台湾鄉前走 選戰倒數已經百天了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 這個台北市市場選舉當中 這個疫苗買多少錢 也成為攻防的焦點 那之前呢 國民黨跟民眾黨就說了 說成中說的那個疫苗採購要保命30年 甚至說它是黑箱 不過來看到這一次呢 指揮中信出來澄清了 說一劑疫苗是765塊 那阿忠他也講 他說當時講的是相關證據保存30年 不是不能夠公開30年 還有這幾天包括柬埔戰詐騙的事情 我們看到非常非常的多 原來才發現到說 全世界不只台灣 中國 說連這個美國很多國家 越南 泰國 詐騙了非常的多 那我們看到這幾天也陸陸續續有很多人 被當地給救回來 但我們看到發現到說 前幾年有很多公來台灣救啦 就說我們去柬埔寨投資房地產 說這個房地產也有可能也是一種詐騙 另外我們也看到 有很多在當地執行詐騙的人 或者是被騙到當地做詐騙的人 慢慢的也回來了 有人說90%都知道到柬埔寨做詐騙啊 為什麼要把他們救回來呢 他們到底是共犯還是被害者 其中也看到很多人性的黑暗面 夠無 這一次的柬埔寨詐騙 連中國也拿來做統戰了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說了 一說台灣同胞就是中國公民 說有困難請找中國大使館 真的台灣人會找中國大使館嗎 今天各位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資深媒體的林玉慧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台天黨主席劉役德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新北市議員陳偉傑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政治評論員余梅梅 大家好 大家好 來看營救柬埔寨被詐騙的台灣人最新的進度 3 2 1 盛大舉辦節目儀式 柬埔寨首付皇家集團 2016年發下豪雨 要打造建國第一高樓 皇家一號 目標是我們獲勝的 是誰能夠跟這個建築的建築 預計興建兩棟62層的摩天大樓 一共533戶 不僅是柬埔寨第一高樓 還可眺望湄公河 多少台灣人跨海投資 卻絕本無歸 當立台商透露 原來是柬埔寨首付資深的皇家集團 被政府清算 回顧2016年 皇家集團副總裁陳豐天跨海來台 跟國內代銷龍頭簽約 加上名人加持 不少人下定 建案2019年動工 預計2023年落成 但截至今年8月18號 建案基地還是空地一篇 根據週刊數據 在臺被害屋主約20人 買下皇家一號一共30戶 一戶約砸下750萬元購屋 結果前後陸續把訂金錢元金還有購物款一共31% 匯給建商 沒想到卻功成延宕 如今前不太建商跟臺灣代銷互提皮球 跨國官司難度相當高 那臺灣的代銷公司如果已經參與了行為的分擔 並且有分論 那整個這個業務團隊的話 也會認為是西津集團的共犯之一 那也需要負擔銀行法的刑責 而連政部長許國勇日前表示 目前還有370位臺灣人受困於柬埔寨 就有外界質疑政府為何不付淑金 趕快救人 許國勇認為這是治標不治本 我們國家的立場 政府的立場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一樣 我們不能付淑金 我們不能夠用這種來跟不法分子妥協 不然的話 這個事件會層出不窮 長江面對不法之徒 台灣用錢解決不是辦法 將持續跨國合作 柬埔寨先爆發求職陷阱 如今爆出首付來臺西津上益 爭議再添一樁 都是為著錢 這些詐騙被騙到柬埔寨當地的臺灣人 可能業績不好 不然就沒想要做 他可能想離開 這個犯罪集團就說了 那你就拿淑金來 可能幾百萬都有 那如果你付不出來 就一直不斷幫你轉賣 轉賣再轉賣再賺更多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連房地產可能也都是一種詐騙 前幾年真的很多人都在講說來去投資柬埔寨 說這個國家會越來越有錢 人民會越來越有錢 可以買房子 這個房子一定是會寄給 月姐如果照這樣看的話 真的都是因為詐騙都是因為錢 但現在柬埔寨的情形這麼的糟糕 可能房地產也好 包括這些頤地亞也好 應該都虧很多 是 其實我想柬埔寨這個事情 在經過上禮拜大家的討論以後 我們對於這個 如果現在還有人要去柬埔寨的話 大家應該是有更高的一個警覺心 那也應該要慢慢的了解到去柬埔寨它的一個風險 甚至於說柬埔寨為什麼淪落至今天的一個狀況 其實剛才徐國勇部長提到一個贖金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是要跟大家來特別來鄭重澄清的 贖金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在你的國人被任何的不法團體給綁架的時候 任何一個國家會高調的印這些不法集團的要求 我付出贖金 我們回想一下 過去ISS 他們是不是也曾經綁過很多的美國的記者 日本的記者 歐洲的一些的記者 那甚至於說動用極刑 不惜殺害了這些的記者 可是這些國家有屈服於這ISS的這種的威脅之下 來付贖金嗎 日本的那個記者有付贖金嗎 儘管說他後來是不幸犧牲了 完全沒有 為什麼沒有一個國家願意付出贖金 那就是因為如果付了贖金的話 就表示這個國家會對這些不法集團來妥協 以後這個國家的國民只要到任何一個國家出去玩也好 去行走也好 你就去綁這個國家的人了 因為這個國家會付贖金啊 所以你不管說你去埃及玩 去以色列玩 我是舉例啊 不是說去埃及 去以色列就一定危險 或去柬埔寨 那只要綁你這個國家的人 這個國家如果就會付贖金的話 那以後台灣人還能夠出國嗎 不敢去啦 對 這個是會危及所有國人在出國的時候的人身性命安全 所以贖金任何一個政府是絕對不可能向這些不法集團來妥協來低頭的 只是台灣很遺憾的是 我們在上個禮拜有那種三傻的立法委員 高調的去柬埔寨 還一手交錢 一手交人 等於是向柬埔寨的政府承認說 你看我們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那願意付贖金 以後只要綁了台灣人 你打電話通知政政前委員 他就會去付贖金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它等於是讓所有在柬埔寨的台灣人 涉入不必要的風險 那我就接下來再講這個層次是 其實柬埔寨 過去很多人 像我也去過柬埔寨玩 因為很多人去過柬埔寨 去過吳哥窟 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從金邊去 可是現在我們討論的這個地方是西港 那西港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是跟中國的一帶一路絕對有關 那中國的一帶一路 當時習近平他為了他的這個中國夢 一帶一路 就是他中國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那他把非常多的中國人跟中國的資金帶到了西港去推行 他當時是說基礎建設 就蓋了很多很多的這個所謂港口的建設 蓋了很多的飯店 但是呢 這個其實中國在那邊並沒有進行什麼樣的真正的這個建設 那反而是讓很多中國人到了那邊去以後 天高皇帝遠 所以在那邊其實都做機房詐騙 就電話詐騙 那電話詐騙其實他有門檻的 因為今天如果要詐騙我們臺灣人 你如果跟我講柬埔寨語或講英文的話 那個詐騙的門檻你要騙我就不一定騙得到嘛 可是你今天如果跟我講是華語台語的話 可能就比較容易騙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這一次其實是一帶一路以後 因為中國在西港的這些投資全部崩潰 然後再加上因為中國的疫情的關係 中國的資金沒有辦法進去 中國的人是只要這個中國知道 現在柬埔寨這邊是亂成一團 所以只要你曾經去過柬埔寨 你有柬埔寨的護照 他就直接把你的那個 有簽證 他就直接把你的護照剪掉 所以現在在這邊 他們為了要拉人來 繼續要來詐騙 所以他們都是找臺灣人 馬來西亞人 香港人 那甚至於還有新加坡這些人 是因為我們會講華語 我們會講這普通話 所謂的普通話 那樣子他要詐騙 他才騙得了人嘛 那只不過我們臺灣人 現在是更是 感覺上是這個好上加好 是不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 就除了說他可以去那邊去詐騙之外 另外他發現只要綁了臺灣人 那臺灣人願意付贖金 所以我們願意去付了贖金 把人贖回來以後 這個是變成當地的臺灣人 這個層出不窮的這樣一個綁架 另外一種就賺錢的方式啦 是 那現在還有一個 這個因為過去幾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臺灣的經濟 其實也受到疫情的一個衝擊 衝擊最大的其實是什麼 其實有很多都是酒店八道行業 所以為什麼現在其實警方有很多 在機場攔了以後 他們去查過去 去柬埔寨的這個 到底哪一些人 就發現大概其中的七成五 大概都有一些所謂的黑幫 有案底 有案底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去 然後為什麼現在這個案子越來越多 那我要看 現在比較一下 現在以立委 我們有高調說一手交錢 一手交人的 也有像武力華私底下默默地去做 然後去幫很多在部落裡面的年輕人 去救回來 對 這些到底哪一個做法才是對 我現在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看得更清楚才對 那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你要知道 中國其實是在利用柬埔寨這件事情 來對臺灣來進行認知作戰 我給各位看的 這個是一個 現在一個很有名的一個美莊的部落客 這個美莊的部落客大概二十二萬 我不是說這個有問題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美莊部落客 他大概粉絲有二十二萬人 連這樣子的一個美莊部落客 最近他都收到簡體字的一個尋架 問他有沒有他要賣他的這個粉磚 然後再給各位看 你會看到現在在臉書上面會有很多 像這樣子 一些 譬如說什麼蔡英文下令支持18歲公民權柬埔寨事件 說他下令 是不是 對 然後這個是就全部其實都是發一樣訊息 這些都是利用柬埔寨的事情 然後對臺灣來進行一些認知作戰 那個稅還弄錯了 對 然後我再給各位看 這個是另外一個 你看 這是香港的這個 中國的官方媒體叫通說 那你看通說 竟然他也在談論柬埔寨的事件 那他也在談論柬埔寨的事件 他的這個切入的點是說 你看 臺灣的政府無能 臺灣的政府都沒有辦法救到柬埔寨的這些被綁的臺灣人 可是你要知道 你自己香港也一大堆人 也一大堆人被綁票 你如果真的這麼關心這個中國人被綁的話 那你們香港是不是應該先關心 中國是不是應該先關心 所以其實柬埔寨這個事件 他非常嚴重的一個社會事件 我們大家一定要提心 要警覺 但是你要注意在這個事情的背後 事實上他很可能是中國認知作戰的一個攻擊 臺灣現在正在處於認知作戰的一個攻擊當中 現在是在認知作戰的攻擊戰爭情勢當中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之前議員 有人說 明明這麼的人 很多去柬埔寨都知道 我不會做詐騙的 說是賺快錢 甚至剛剛玉未姐姐說的 可能很多在臺灣本來就是有案底 或做八大行業的 他明明知道自己去那邊做不應該做的事情 那現在想回來了 你說該救不該救 我問一下 其實不管我們的國民 他是做哪一個行業 或者他過去是錢科犯 現在即便他有犯罪行為的 只要是我們國民 不管在國內 或者在國外 我們是一個自由 民主 法治的國家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國格 我們即便他是在國外 我們也要去把他抓回來 把他引渡回來 在我們臺灣受理 你看兩年前 我們臺灣的詐騙集團 在海外菲律賓被抓了 我們國家也是想方設法 中國當時要把這些人押回去他們中國 他要用這個來圖檢說 臺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他要押回他們中國去審理 但是我們臺灣費盡一切的力量 因為要證明我們的國格 我們是法治的國家 我們有那個管轄權 我們主導權 對 我們自己的子弟 我們自己來教 自己來懲罰 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所以即便他們在過去是特種行業 現在也是在對方的犯罪集團 即便他們有犯錯 我們也是要帶回我們臺灣來 施以應得的法律懲罰 更何況那些是無辜被騙去的 我們一定要救 那問題是中國是最大的問題 中國把他們一帶一路官方的資金拿去大撒幣 去收買一帶一路的這些國家 包括東南亞柬埔寨這些國家 用以宣揚他國威以外 最主要他是要用這些大撒幣換取這些國家 給的港口 給的道路 好遂行 他能夠直接通往西方世界 那當然這有他們的用意 但中國最糟糕的是什麼 他不只讓官方而去 他不是讓白道正派的人去而已 他還放這些黑道 一起去一帶一路 官方的是去撒幣 黑道的是把黑道的這些規矩開酒店 開毒窟 開詐騙公司 這些一併就去了 一併把這些壞東西帶往柬埔寨這些東南亞國家 那就很糟糕了 現在這兩天中共又藉由這個事件又出來喊話 說你們台灣就是 台灣同胞就是中國同胞 你們出什麼問題 來向祖國 中國求救 我中國政府來救 天啊 文堯 這叫什麼呢 你中國兩方面 一方面你是白蛇 放毒 你讓這些黑道到東南亞這些國家去試虐 去開設賭場 去開設詐騙公司 毒窟 色情窟 然後一方面 你又扮演許先 你就說我來救你 我來救你 天啊 這中共就是這種兩手的策略 一方面 他要霸凌你 展示威權 二方面還吃你豆腐 所以我是祖國 我祖國的政府 我來救 利害了我的國啦 這就是中共 兩面手法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惡的事情 那在這一個整個過程 我們不否認 有很多 包括網紅 他們奮不顧身 他們來挹注這些受害者 這個都很好 我們政府也都嘉許 但是我們國內竟然有一些政黨政客 你像柯文哲 沒事就罵一罵我們自己政府 他說我們警方到機場去舉牌 他說這個多笨 多愚蠢 他說他在家裡看了又好氣又好笑 我跟你講 事實上去現場舉牌 去勸阻我們的國人 這是最好 最有效 最積極的 把他機器擋下來了 光是柯文哲笑的那一天 他笑的那一天 就救了27位 就阻絕了我們自己的國人 在邊境國門的第一關 我們直接阻絕了他 讓他不去受騙 那再來我們應該後續救援 預防 查辦這些壞蛋 這些都是一步一步要做的事情 但是第一步到我們國境去攔阻 即將受騙的我們國人青年朋友 這是非常正確的做法 結果柯文哲你拿不出其他做法 你只有笑話 我們自己家 我們自己的政府 我覺得這很可惡 那當然藍營也有一些立委 他們是想趁這個新聞的熱度 可以曝光 可以展示說 他們有做一些事 包括吳思淮他們 因為吳思淮一直想要藉由有什麼事情 來僵供贖罪 因為我們臺灣民眾恨脫了 他這些吃裡爬外的傢伙 好 難得他這一件說要去救援 那救援回來 你救回來 政府 民間也都感謝 本來都沒講半句話 你救這個被害人進來國境的第一關 你馬上就要製造衝突 製造議題 給我們政府難看 事實上我們政府的行警單位 在第一現場國門入口那邊要協助 要幫這一位所謂受害人 自己都不清楚 那我們政府從來沒有說 錢科犯就不該救 他在那邊他也是犯罪集團一份子 就不該救 從來沒有 我們認為即便我們臺灣的子弟 有錢科或者在柬埔寨 是參與犯罪的現行犯 我們都認為應該要帶回來 帶回來 該什麼錯 我們就以我們國家的法律 來審理他 治理他 這是應當的事情 那被害者更不用講 本來我們就應當要救回來 所以我認為這些三位立委 即便他們有做到什麼好事 有幫點忙的話 那個叫做攻擊 做的插發堆 因為一下子就被看破手腳 說原來你是要藉由這個事情 第一點 彰顯你背後 中國祖國的強大 第二點 你們個人要沾一點聲量 來平反你們過去被指為賣台 中共同路人 尤其吳思懷就是這樣 柬埔寨變成駕變天堂 這一些都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遺毒 稍後回來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8月19號應詢表示 在海外的台胞遇到什麼困難 都可以及時聯繫中國駐外使領館 尋求幫助 台灣人被拐騙到柬埔寨 從政府到民間都忙著救人 中國卻趁機搞統戰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 發了一篇致在檢台灣同胞的一封信 說台灣同胞就是中國公民 有困難清照中國大使館 對台灣省籍的中國公民 會一視同仁予以重視 祖國永遠是最堅強的後盾 柬埔寨的這個事情是中國一帶一路的 這個遺毒 那中國的這個詐騙集團 害得我們的國人受難 吳釗夏要中國別假好心 水根究底 西港會變成詐騙天堂 就是因為中國一帶一路政策 2016年在這裡大舉投資 大批中國人發展博弈事業 2019年時規模達到近百間 但2020年柬埔寨實施禁賭令 博弈產業轉型網路詐騙 接著中國祭出大勸返行動 迫使從事詐騙的中國人回國 人力缺口 台灣人就被抓交替 特區類的房地產業 商業 服務業 旅遊業 娛樂業 休閒 度假等地產產業 將會迎來新的一波發展熱潮 把詐騙特區講得天花亂墜 蛇志江是跨足柬埔寨 緬甸 泰國詐騙的中國主賢 在柬埔寨中國商會擔任會長 還被稱為是中國在東南亞的僑領 近期才在泰國被逮 中方卻相當低調 如果真的有辦法營救的話 那他早就營救回來了嘛 就像你今年還是看到有中國人 他也是被拐到柬埔寨去嘛 結果他也是要靠民間的方式 想辦法把人給弄回來嘛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毒是當初中國那個地方 很多的政商關係所放出來的 那現在你要扮演一個好像我是來解讀的人 我看到的很多時候是 人家跪在中國大使館外面 他們都不理 因為太多了 他們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救 香港報導揭穿 中國大使館的救人能力 宣稱要幫助台灣同胞錢 恐怕得先顧好自己人 劉德主持人說這樣看 都是抓高鐵 當初說中國去柬埔寨投資嘛 因為經濟不好嘛 經濟不好之後 可能當地的一些本來想做了什麼 博弈事業也做不起來 那後來變成說抓台灣人抓高鐵 台灣人有時候也很害 說米利開那要抓一個台灣的 他的好朋友和親家朋友 再到當地做詐騙 這真的是人性的醜陋 我也記得我頂級在這裡說 其實現在柬埔寨 還比較像什麼 比較像中國在海外的一種 比台灣比較像 都聽他的啊 那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們對於柬埔寨的歷史 如果稍微看一看你就知道了 他幾乎七百年 鄧小平在那裡 他對外南發動一個叫做承越戰爭 1978年去打外南 為什麼打外南 他就是不需要 那個柬埔寨去越南併吞去 因為那個法蜀 中南半島還有一個寮國 外南併吞在那邊打贏美國 好 氣勢很強 要把這兩國都吃掉 中國不願意 中國說這塊你不能幫我頂上 你頂上 我想從北邊跟你打 有那個亮山之戰就從那裡開始 所以從那裡開始 包括那當時的柬埔寨的紅高棉刺檢 那都是阿強後面支持的 後面阿強也支持韓申 一直到現在其實他的那個高層 柬埔寨的高層 好像都聽中國的 都聽政府的 好 既然是這個關係 再加上這幾年其實大量移民 這個中國人大量到柬埔寨 然後那個所謂他還不用接受 中國那種比較嚴格的法律 在這種狀態裡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機會 可能一夜就翻身了 但是有更多是詐騙 是那要害人的動作 在裡面 現在台灣就是 因為我們對這個事情很無知 我們台灣如果沒什麼在看 我們比較閃爭 也不是這樣說 我們台灣 你注意看我們的車上 捷運上 我們本人是大家手機拿著 都在看資料 我們台灣拿手機 就是在玩電動遊戲 玩手遊的 都在手遊 所以台灣人對柬埔寨無知 也造成說很容易就上當 哦 月入八萬 十萬 大家就總化嘛 這個事情我們坦白講 民眾要自己用我們的檢討 在那裡探討 怎麼會有那麼好 那麼好看 騙自己的人 不過政府要做 我上一次節目我講 第一點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 要不要多推廣 讓大家 記錄到一些我們台灣 集團的國家的現況 包括統領黨現在柬埔寨 就很嚴重的 機會是好像聽起來很多 那其實是都陷阱 這政府要告知 但目前 當然我當然 就是說有你做 但是 畢竟不夠嘛 因為現在大家都看手機 看到資訊 很容易上當嘛 好 第二個我認為 政府要去做 已經發生了 現在怎麼 盡量去求 但是我當然不要去用什麼 淑金 這後面的肥肉一塊 說淑金會化價 越來越高 你會越來越都找台灣人 會越來越低 所以這個處理要很謹慎 對我們台灣 其實很多頭都在台灣 人蛇集團的頭是在台灣 在這裡找人就對了 政府要想去破貨 你的警察單位如果這個東西資訊 你也抓不到 現在要抓啦 引證署可能要帶來來找啦 是 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柬埔寨這個狀況 是中國一帶一路造成的 現在他很亂 但是確實也很多 還關不到 你共會對他們國來的 二十幾星他關不到 這星他關不到 還要關 還要關 所以都歐度去控制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柬埔寨的資訊 要更 大家更了解 大家要更關心 一些 這個 不只柬埔寨啦 我覺得像菲律賓什麼 免電好像也很多 泰國也是有 這個就冬人馬 現在是一個 因為中國很少嘛 中國這兩天 經濟一次嘛 很多資金 很多黑幫組織 都向東南亞在擴散 這個是現在進行的 大家要很注意 請問韋傑議員 這整件事情 當然很明白 柬埔寨是中國的一帶一路的遺毒 但我們台灣要自將 要怎麼樣自己也要能夠覺醒 但是我覺得說 就在站在政府的立場 我覺得第一個要加強我們的宣導 不管是從教育面著手 或是說 讓大家更了解整個 東南亞市場的 目前的一個現況 我在這邊也是 雖然說我想大家都知道說 這些可能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遺毒 那我想中國大陸 可能在這邊也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 那當然我們該譴責 該罵的一定要罵 但是我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我覺得現在執政黨 當初也是在聽我們 在宣傳我們所謂的新南向政策 所以當新南向政策的時候 你也應該要告訴人家說 這些國家對我們要推新南向 我們也鼓勵大家往南邊走 我覺得這都是好意 都是好的那個建議 只是說這些國家的這個 國內的國際的一個現況 國內的一個局勢的狀況 應該讓我們的國人可以更加了解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樣的一個宣傳的一個部分 給他做到更到位 你說宣傳他們的一些負面的東西 也不要說負面說 他的現況是怎麼樣 讓我們必須要資訊很充分 我想剛剛主席也提到 因為可能有很多說 我們對這些跟我們比較切身 沒那麼相關的 不會那麼去重視 我想今天不是因為很多的 臺灣的民眾被滯留在那邊 或者是說被威脅 我們才注意到這樣的一個案子 但我也是你看中國有很多什麼僑領 包括柬埔在當地 還上他們的這個雜誌封面 好像看起來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可到後來背後也是一個詐騙集團首腦 不是嗎 對 所以說我們如果 你說這個宣傳怎麼去宣傳 政府在這邊的一個資訊 如果已經有掌握了 就應該讓我們的國人更加了解說 他 你要到這邊去 你要負擔一定的風險 那兩相比較起來 我想最近就也有 因為我們也有新的案例 說這個你到這個花蓮去採柚子 一個月也有八萬塊可以領 讓大家知道說你可以留在臺灣 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到花蓮採柚子 這是真的 可以去採 這是很辛苦 一定的 一定都辛苦 我想到不管到海外 或是說做這樣的工作 都是有相對他的一個辛苦性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到資訊更加透明 讓我們的國人知道說 我在做選擇的時候 怎樣做才不會誤觸這個企圖 或是說被這樣的一個出國去 我說真的 因為這個我們跟這些國家的一個 這個交往的一個過程 目前也沒有那麼的順暢 那有時候 你在國外真的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時候 會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說在國內這個層次上 我們應該加強宣導 讓我們的國人 讓我們年輕人知道說 你到國外去 你說負擔的風險是什麼 政府要加強宣導 好的也要宣導 壞的也要宣導 美貝姐這應該有難度吧 真的要這樣做嗎 我先這樣講 我相信韋傑議員不是惡意 但是我必須要講 你邏輯上真的要非常非常重要 請問一下 這跟新南向政策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新南向政策是鼓勵我們的生意人 去那邊投資對不對 利用他們商機對不對 然後你移轉 你不要籃子都放在中國這邊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新南向政策這麼幾年下來 你照聯合報紙一都講 財商這幾年賺的錢 比在中國30年賺的錢還多 今年上半年正式逆轉 今年上半年20億到新南向 18億在中國 沒錯 為什麼 中國經濟下行嘛 中國整個風險很高嘛 新南向真的是在開花結果嘛 其實為什麼 我發現有些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非常糟糕 還有一些媒體就恶意的在那邊說 新南向政策只會搞這個 結果呢 帶來這個苦果 就批評 我跟你講這個叫做惡意連結 我知道韋傑議員不是 但是有些委員 有些民意代表 我覺得我不知道他是搞不清楚 還是怎麼樣 這完全是中了中共的計 為什麼 中國最怕什麼 中國現在經濟亂七八糟 他最怕台商撤資嘛 你如果大幅撤資到東南亞去 對他不是更雪上加霜嗎 他自己錢已經不夠了嘛 所以希望你們千萬不要把新南向政策 跟這個連結在一起 錯了 今天這些有些詐騙非常簡單 確實就是一帶一路的遺毒 事實上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從2013年開始 那時候他們就是推出什麼一帶一路的想法 這些你知道嗎 就開始有中國的一些富二代 紅二代在那邊幹什麼 洗錢 我不客氣的講 然後呢 2016年開始中國就說一帶一路 那大局就進去了 進去了之後呢 你搞什麼基礎建設 不是賭博 色情 毒品就來了 那詐騙也來了 你知道還甚至詐騙到什麼 詐騙到中國高官 詐騙自己的人 的家屬 所以你還記得幾年前 不是有台灣人被抓了 送到柬埔寨去 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有這種詐騙的事情 所以中共這邊震怒 那你知道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們就講去 伊德主席講的是對的 柬埔寨真的是非常依賴中國 柬埔寨的外債 我告訴各位一個數字 百分之四十幾以上 就是中國債主就是中國 都是他借給他的 對 中國借給柬埔寨的 都是中國借的 然後中國的投資又是最大的 一帶一路在這邊畫大餅 所以柬埔寨 當然是非常親近中國嘛 再加上我不客氣的講 這也不是翻腦杖 可是大家必須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跟這個洪生政府 這麼糟糕你知道嗎 當初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本來韓森他自己的父母 都有華人血統 他對台商也沒有什麼惡感 台商很早就進去扎根了 帶頓他們經濟沒有不好 可是那時候的外交部長 蔣孝妍跟人家搶聲你知道嗎 台東很壞就對了 結果洪生這邊當然 後來他政變奪權以後 當然就報復嘛 那一方面對中華民國政府 就非常仇事 二方面跟中國那邊就是很麻糬嘛 好 那我們要講說 中國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的高官家屬 甚至有人被詐騙了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 還發生什麼事嗎 各位想像不到 中國的公安可以跨境到柬埔寨 跟他們聯合大執法 所以好多好多詐騙犯 好多中國人就逃回去了 再加上後來就是遇會 他們那個大返回運動 他不只在機場撿你的那個護照 他怎樣你知道嗎 沒有小孩子在柬埔寨 帶你家去噴黑漆 去噴紅漆 然後說你家住詐騙犯 就是這樣 所以好多中國人走了 再加上疫情 就沒有辦法再來 那那些博弈特區 這些沒有人賭了 那怎麼辦呢 就搞詐騙 搞詐騙這裡頭 剛開始就中國講中文 講華語 所以就找臺灣人來 那我必須要講 在這裡面確實有些人真的是被騙 那有些人呢 是故意要去做這些事 他覺得吃好賺錢購嘛 對不對 輕輕鬆鬆鬆 因為當初都畫大筆 畫得很好聽啊 你在臺灣賺的薪水低啊 到這邊來 可以薪水給你怎麼樣怎麼樣啊 那好 有人去那邊真的就是 就是到這受不了軍事化管理 也被洗腦了 也到後來啦 我不知道 但有些人他想回來 他如果說他知道的話 那他回來有沒有共犯的問題 有沒有法律責任 所以他就變成詐騙 你懂嗎 所以說他變成一個搖身 變成一個受害人 有這種情形 那甚至還有一種情形 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說 我們最近像Bump 他就是一直抨擊說 為什麼政府不給臨時護照 不是說有一個受害的一個先生出來 那這個已經幾百萬人點閱 那我知道的是說 還有類似的案子是這樣 政府為什麼一下沒有辦法 不會給護照 他先調查這個人的背景嘛 當然因為發生過什麼例子 我說給大家聽 就有人 因為大家知道 臺灣的護照在國外是非常好用的 黑市非常 在黑市是非常好用的 一百多國非常通行的 中國根本沒這個行情 所以臺灣的護照非常值錢 那有些人呢 他就說他是被害人 他也不出面 他就說我被困了 故意要騙 找人出來 結果去跟外交部說 你給我一本護照 那你都在外交部立場 我當然要查明清楚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外交部有做什麼動作嗎 包括跟所在國的這邊的海關 包括臺灣的海關 都已經打過照會了 就說呢 我們給你一次 一次性的入國證明書 對 入國證明書 OK 你在當地可以出去回來臺灣 臺灣也可以入境 入境之後 見別的身份 讓你來辦護照 我們這樣子才能夠 你不會有人講嗎 而且這個入境 我補充一下 入境證明書 它是有限班機 還有限時間 超過的時候 這張入境證明書就失效 已經很給方便了 對 因為他其實還必須要看 他有沒有當地的報案證明 如果這些都沒有 怎麼可能 隨便報案 怎麼可能發給你 對 然後你知道 就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發生過 就我們所知 就是有發生過 有人那時候就是在杜拜 然後說他丟了 他真的被困了怎麼樣 然後真的也給他護照了 結果你知道這個人怎麼樣嗎 不入境耶 為什麼 他跑去寮國了 不敢回來 我問你 他要騙的 他說他受困 給他護照 你應該要回來對不對 跑去寮國 後來你知道這個人又發生什麼事嗎 護照又丟了 又丟了 又找別人出來說 他要護照 根本就在賣護照的 我問你有沒有問題 問題大了 問題大了嘛 你如果真的回來的話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那這種案子不止一個 那就有人一直說我護照掉了 然後就找別人來 然後不知道的人就講說 這幾乎這麼領悉 所以為什麼 吳釗協會說 我們的護照不能隨便給 我們一定要營救國人 可是我們要見別身份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時候我就簡單的講 就是說國民黨的立委 好吧 我就事件大哥是仁慈啊 我認為說他們就是想想 好我認為他們要做好事 你們把人帶回來也很好 但是我請問你 你作秀會不會秀過頭了 嗯 你莫名其妙到極點 你立法委員很大是不是 航警我可以告訴各位 依照法規 本來就應該把人帶走 要做身份鑑別 我這樣才能查說 你到底上面有誰嘛 對不對 是誰來脅迫 你才能夠這個順藤摸瓜 把整個網絡發出來 結果你你居然可以立法權 凌駕司法權 不准人帶走 還死掉了 後來你說還有國民黨立委說要開國際記者會 搞什麼東西啊 要想把他搞大吧 這個是莫名其妙嘛 真正今天為什麼 這個事情說的根由 難道不是一帶一路嗎 你中國不要在那邊國台辦 這邊假好心 講那個什麼話 吃台灣豆腐 你有本事 你跟柬埔寨關係這麼好 你就把你那些中國主要那個幕後老闆 幾乎都是中國金主嘛 大人蛇集團那些首領都是 你把他們清除出來嘛 帶回中國嘛 斬草除根嘛 在這邊講的話 那整天對台灣文攻武嚇 什麼我們是中國公民 你覺得台灣人會吃你這一套嗎 那我也希望在野黨的朋友 或是媒體 你們搞清楚一點 不要說利用這件事情 政府如果有做不好要加強 我覺得我們都來監督很好 但是不要東扯西扯 新南向政策 更不要講他們政府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那我覺得這一切的結果什麼 到最後你是真心要救人 還是要搞政治鬥爭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到底也是不是政治鬥爭 事件硬要補充 我只補充一句 新南向政策光減補債就好 光減補債 我們這幾年來的成果 總共我們成功的去投資的 九十三八十三家台商 總投資金額美金十一億五百萬元 而且這兩年來都已經陸續開始獲利 所以事實上新南向政策方向是對的 大家冷靜想光是柬埔債這十一億五百萬美金 如果是投入中共的話 那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 那至少在柬埔債這個投資 他們也正式承認我們這是外資 所以有受到國際資金投資的一個保障協定 這是正確的事情 所以政府的做法就是 該對的事我們去做 新南向的鼓勵 這是正確的 應當的 那該我們有遇到當地的黑幫 跟中共釋放出來的黑幫 他們來迫害我們台灣青年子弟們 該查該追的我們去追 我們去救 這是兩碼子事 新南向是正確的 稍後回來再看到的是 現在傳出說夏立妍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訪問中國 現在傳出說可能他要跟劉潔一來見面 可是當時去的時候不是說 他沒有要跟中國任何的官方接觸嗎 到底背後又在算計什麼 好 我們來看這件事情大家也關心很久 就是之前國民黨的內部都一直都說 夏立妍副主席是不是這個時候去中國 實在是不合適 那當時我們其實很多專家在揣測說 因為你選機了 需要錢 那夏立妍可能要找台商募款 關心一下在中國的學生 不過現在傳出說 他應該會跟上海的劉潔一見面 玉未姐我想請問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其實真誠如剛開始很多人預測的 夏立妍要去 怎麼可能只是為了糧草 一定有很多可能要跟中國高層 有什麼樣的妥協或聯繫 好像看起來真的是如此 夏立妍就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層次 其實他是他說謊 他明明去中國不是這什麼糧草 不是為了台商台券台生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是放暑假 你到底你去中國看什麼台生 而且現在台商跟台券 他們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夏立妍當時是說 他要去幫這些台商解決問題 可是如果照你當時所講 你不去見官方 那你要怎麼解決問題 所以其實夏立妍這個部分 全部都是在說謊 那說謊就表示說 夏立妍這個人的人格破產 夏立妍為了政治上面 他所被交付的這個任務 他寧願來背棄所有的台灣人 他寧願說謊 這是夏立妍這個人 林老入花叢 我覺得這是對他來講 他的人格的一個破產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問題 其實是國民黨這整個黨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曝光的一些訊息 國民黨是在什麼時候 接到中國的邀請 應該是在大概8月4號左右 他接到了中國方面的邀請 所以夏立妍就急著 趕快去陸委會送件 現在看到這個媒體的報導 所以當時還跟陸委會的主委邱泰山 邱泰山還曾經勸國民黨說 拜託8月4號 正好這個中國要試射飛彈 那這個飛彈是圍台的一個軍演 這台灣人一定對於中國 在這個時間點上 你國民黨要去 是不是不太好 我覺得邱泰山還基於對於國民黨 這個有所過去的可能是在立法院裡面同事之一 還勸他們說 是不是不要在這個時候去 8月4號就是那一個 飛彈在試射的那個同一天 那你出發的那一天 正好是中國結束的那一天 正好也是中國發表那個 所謂的統一白癖書的那個同一天 你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去嗎 那當時邱泰山還建議他說 你們是不是就在8月24號去 為什麼在8月24號去 因為國民黨一年365天 只有一天在反共 就是823炮戰那一天 那你在8月24號去的時候 感覺上是對國民黨來講 顏面上掛得比較掛得住 有意義啦 比較不用說直接去面對說 要不要反共 因為國民黨根本不反共了嘛 那是不是這樣可以避開 這所謂反不反共的問題 這個是對於國民黨來講好意 可是國民黨當時堅持一定要去 堅持一定要去 那他還在這個還記得吧 他在機場的時候說話 說我不會見官方 我客隨主編 到時候人家要我見什麼 我就只好安排我就去 可是這個你明明知道說 中國對於台灣是非常非常有敵意的狀態 那現在其實陸委會最近公佈了一個民調 也在在印證了國民黨 這次去是非常不治的 因為陸委會的這份民調 有九成多的民眾 反對中國在台灣的周邊 進行大規模的軍演 還有發射這個多枚飛彈的 這樣子的這種挑釁行為 另外呢 中國公佈那個統一白皮書 有高達84.7%的民眾 是反對的 而且民眾對於一國兩制也好 或者對於九二共識也好 民眾是沒有辦法接受 再聽下面這個數字 你國民黨才會害怕 只有6.1%的民眾 贊同一國兩制 對 那也就是說 國民黨你現在是在幹什麼 你叫夏立元去那邊 你叫林祖嘉去跟中國 在那邊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 你是為了那台灣的6.1% 雖然我不知道這6.1% 是發生什麼事了啦 怎麼還會有6.1%的人 去支持一國兩制 可是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你現在看到這份民調當中 6.1%的人去支持一國兩制 國民黨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上 還要完全是跟台灣的民意對坐 其實這是對國民黨非常不利的 年底的選舉就是在11月底 在年底的選舉 其實我們接下來的選舉 就每一個國民黨的候選人 大家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怎麼看夏立元 夏立元去 而且夏立元現在就開始 已經可以解隔離了 那他會去見了誰 誰跟他講話 那個日本的一些的官員 那個官員 他在跟這個楊潔篪在對話的時候 他們是向楊潔篪高聲的抗議 因為抗議中國有五顆飛彈 跑到了這個日本的經濟海域 EEZ裡面 他們是跟中國表達高聲的抗議 而且也對於中國把台灣 視為他的領土 這個也是他們抗議的一個內容 那你看看夏立元 你看看林祖嘉 敢不敢對中國說一個不字 敢不敢對中國有一聲的抗議 敢嗎 我相信一定不敢 但是如果不敢的話 這樣子爬回台灣像話嗎 我想請教韋傑議員 剛剛議員很明白講 這個對國民黨年底的選舉 應該是很大的殺傷力 那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不只針對年底的選舉 我覺得這近幾次的大選以來 我覺得兩岸的一個問題 一直以來都是國民黨最大的致命傷 解決不了 那這個致命傷就很簡單 因為九二共識的一個共識 已經不見了 所以就像說中國大陸他現在告訴你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 對 國民黨還在堅信九二共識是一中各表 是 所以我想在這個事情上 其實我們黨內很多這個今年要選舉的同志們 不管是青壯派或是各個層次的都有不同的意見 你認為說這個時間點是不應 你也不建議夏立元這個時候去嗎 其實我們黨內有很多人都已經有自己 那他為什麼要去 也許他不是朱立倫主席派他去的嗎 就是說其實 對就是說 還是中國邀請他一定要來 說法是說 因為臺商跟臺神們已經要求很久了 希望可以藉由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這樣的一個黨 對黨對話的平臺 來協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還是堅持要去 當時又剛好適逢這個兩岸比較緊張的時候 國民黨希望可以發揮兩岸之間的一個影響力 那問題是真的發揮得了嗎 面對中國 說真的 我個人是態度是保留的 我認為因為他們還是有他們的國家的立場 那臺灣或是中華民國有自己的國家立場 那至於能不能達到什麼共識 或是說可以得到什麼樣比較好的效果 我個人的看法是比較屬向悲觀的 但是我想沒辦法 就是國民黨他還是認為說 在兩岸的一個問題上 或是兩岸的交頭上 我們我們對照執政黨 我們還是比較有經驗的 所以有時候當然我們這些 對照執政黨是比較有經驗的 就是說我們跟他的交流是比較長久的 也比較了解他的思維邏輯是什麼 那總比對照現在執政黨 跟他是沒有交集的 或是沒有溝通的好 比較好 比較多 所以我們還是寧願做這個聖人 去跟他做這樣的對話 那國民黨真的很委屈 我說真的 我們確實有這樣的一個心態跟想法 但是我知道可能很多臺灣民眾 他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知道黨中央他現在的想法就是這樣 反正我們就是做我們該做的事 發揮我們在兩岸上的一個影響力 那既然覺得跟中國講不通 那就不要沒有必要這樣子 還被天上舔共的 我想當然不管是國民黨 還是多數的臺灣的民眾 還是希望可以和平的解決兩岸的一個問題 所以希望可以透過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當然說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副主席去 就可以他的飛彈就不再試射 或他的飛彈就不能對準我們 因為你也不看好 我們多數人都是不看好的 因為他們有他們國家的立場 你要像他轉變立場是有難度的 你即便要他承認你 他都有難度的 更何況是你要他做 他認為你是地方政府 他是中央政府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還是一直寧願 當那個煞車皮 我想我們黨內很多人跟他說 我們應該看 國民黨當煞車皮 就是希望可以在兩岸的問題上發揮一些 一些功能或是一些影響力 讓兩岸不要處於如此緊張的狀態 但這個功能好像影響力也沒有發揮出來 目前看來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青春派 告訴我們的黨 都說你就當香蕉皮就好了 讓紫正黨去自己傷腦筋 可是國民黨黨就要不聽 我們是在野黨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國民黨還是有這些 他認為他兩岸之間的使命 所以他還是寧願做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我覺得最終最終還是會影響到可能年底的一些選舉 或是說台灣民眾對國民黨一個觀感 那當然我覺得有些時候可能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慢慢可以得到大家的認同 但我想未來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切的作為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韋傑議員聽了尊領的無奈 希望說這件事情不要影響到你年底的選情 稍後來繼續看這個議題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包括台北市市場選舉當中 這個疫苗採購所謂的保存三十年 保密三十年 其實今天指揮中心也出來說了 七八十五塊 阿東他也說了 這個三十年其實並不是不可以講 而是他保存三十年 好 那麼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現在在中國訪問 其實從他當時要去的時候一直到現在 還有包括他要回來 我想說這一招據傳說是朱立倫主席要他去 我記得劉彥德主席之前也說 那不是阿東跟他搖搖來 一定要你去 包括他之前不是搗蛋試射嗎 這是給中國一個下台階的一個台階 不過時間議員 因為你也要選舉 你看過那麼多的選舉 這回國民黨這個就是訪問中國這一招 應該對年底的選舉會有很大的殺傷力 對 他們自家要選舉的國民黨年輕這一輩的議員 都已經跳出來罵朱立倫罵夏立言罵盲友這些 說你們是敗家老頭 都已經講這麼清楚了 敗家老頭 對 而且中共那邊這幾年也一直稱呼國民黨 說那個要犯的 用這麼難聽的字眼來形容國民黨 結果國民黨他們現在還熱得 還勇於往這個中共去前進 被中國綁架了非拒不可 我簡單講 其實我們台灣要跟中共 這邊所謂的像國民黨講的說交流互動接觸 不是不行 但我認為這三個原則一定要守 第一個不是黨對黨的問題 不是說你國民黨跟共產黨 或者民進黨甚或民眾黨 單獨跟共產黨談的事情不是 台灣跟中國的問題就是政府對政府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絕對不是說地方對中央 說我們台灣是地方 中共是中央我們去跟他談 第三點絕對不能說中共刀掐在我們台灣的脖子上 然後我們台灣還低聲下去的去跟他談 也就是說不是說中共在軍演的時候 他非但對準台灣的時候 我們乖乖地去跟他談 結果這三個原則 這一次夏立元通通違背 第一個黨對黨的不是黨對黨 他夏立元不但是國民黨的副主席 他還帶國民黨的中國事務部主任 大辣辣的他們就這樣去了 他們把台灣跟中國的之間的問題 他們視為就是我國民黨跟你共產黨 閒話一句就解決了 你看他們幾十年來國共論壇就是這個樣子 結果解決了嗎 很差勁的事情 第二點不是地方對中央 這個也違背了夏立元領主家他們去 完全沒有外交泡泡 他先去中共那邊要隔離十天 七加三 中共給你動作碎寒 你這根本不是 我跟你不是平等的政府 沒有礙遇嘛 沒有外交礙遇 沒有外交泡泡 他乖乖地被隔離十天 結果那林主家更糟糕 我們家沒當在耍 我們家沒當在耍 還在隔離期間他就用視訊 先被抓來做視訊 用視訊跟國台辦主任在那邊視訊 既然要視訊文窯 那在我們臺灣 在我們臺北就可以了 不是嗎 他學一學柯文哲 柯文哲雖然舔共 至少柯文哲還知道怎麼舔 他還用視訊 就完成了雙層論壇 結果你辦到說你還要直接去中共那邊 第三個最嚴重的 此時此刻中共已經演習了一個多月 他現在還繼續在軍演 每天超過十架的戰機 超過三架的戰艦 在我們的領空 領海 就在那邊威嚇我們臺灣 結果此時此刻你去好像中共刀掐在我們脖子上 那飛去談不可 所以他們嚴重的違反這三個原則 但是國民黨就是死性不改 很簡單講國民黨一直想不開 他一直認為說臺灣他們國民黨 跟中共之間有一條幾代 那條幾代中共輸送那麼多政治利益資源給他們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一支切不開這一條幾代 他需要中共輸給他這些資源跟利益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照這樣搞 其實你看他的民調支持度越來越低 可以說在所有的 不管是選戰或我們台灣人民的選擇當中 國民黨已經離炮聲越來越遠了 大家在談論國家的大事 在談論怎麼跟中共來對抗 怎麼樣對我們台灣能夠提升這些事情 炮聲在這邊的時候 國民黨是離炮聲越來越遠 那很清楚他這一次到中共那邊 我認為我跟你講很清楚的 他就是接受面對面的 接受中共交付的使命 那當然中共有棒子也有蘿蔔 交付你使命同時也給你很多資源 中共現在剛好在限制他們的資金 往國外匯那面對面交付 又交付給你的資源 又面對面而提命命 你國民黨在台灣的使命 很清楚如果國民黨這一些人 還要這樣子搞的話 那說實在話今年的選舉 現在就已經看得到三個月以後的結論了 說到選舉我們來看台北市市場選舉 這回包括了疫苗保存 之前說這個三十年保密 其實指揮中心也出來澄清了 阿中也說這個三十年是保存三十年 不是保密三十年 疫苗採購金額到底是多少 指揮中心首度公開到年底的疫苗採購數 共採購五千三百五十一萬劑 總預算四百零八點六億 換算下來一屆約七百六十五元 但指揮官王必勝強調 只是粗略計算 因為還包含不同品牌和數量 這個時候就中間會有很多謬誤 比如說它這個總預算裡面 包括不只是採購的費用 也有管銷注射這些相關費用 那採購的種類 它的支數都不一樣 只能說它表達說 所有的疫苗平均大概是多少錢這樣 會特別開記者會說明 就是因為疫苗採購專案 近日被藍白正義不斷猛攻 被指需要三十年才能解密 根本是黑箱 讓指揮中心不得不跳出來澄清 所謂三十年的正義 我想這個是指的是這個公文 公文的保存的問題 那我想不能因為說合約需要保密 那你就說是黑箱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很不公平的 三十年期限指得詮釋合約公文 並非國家機密 按照合約則有正式商業誠信 甚至立委蔣萬安就擔任 疫苗採購調閱小組的召集人 隨時可以調閱 沒有迴避監督問題 立法院有成立調閱小組 疫苗採購的調閱小組 那麼在去年十月二十號的時候 也有開秘密會議 由當時的這個召委 還有立法委員十五位 那去年十一月一號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那提供這個調閱 面對黑箱的指控 指揮中心說清楚講明白 不讓藍白陣營有機會見逢查針 影響台灣後續的疫苗採購 這個選舉我要請教劉易德主席 指揮中心其實已經把這個炸彈拆清楚了 一機就六百多塊七百六十五塊 那其實也講得很明白 不是說那邊保密 是說一些證據要保存三十年 因為這是買賣的部分 要留著將來難免 可能大家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或者繼續採購 所以說這個應該不會影響到台北市市長選舉 要不然幾天陳成中一直被蔣萬安 還是黃珊珊一直攻打這個題目 是 那是我剛才要說的 就沒有什麼挑釁了 你還要說那個 沒關係 我稍等一下說 這個我先跟我們說兩項概念 第一項 我相信過去這三年 如果是國民黨在執政 絕對不可能做到民進黨政府才好 民進黨不是沒有誇張 也有很多 但是如果是民進黨執政 這些東西我覺得很多東西 我們那個過程都看過 國民黨不會做比這個好 要夠公開透明的意思 再來三十年 不是說三十年我都不可以讓你知道 是保留三十年如果有問題你要查 你文件要留著 是這個意思 你現在把民眾洗腦洗腦 你都不可以看就不是這樣 你這三十年如果有告訴 有糾紛 有民眾的正義 只要進入司法程序 這個是保存證據讓你查的意思 你把它解釋成說你都不可以看 這黑白來 好 不好意思我剛才那盤主婦也碰出來 我人家菜單已經碰 我現在 我要說夏立元的事 我要這樣講 其實我們農會有很多嘴吶 你說國民黨怎麼不怕選舉選出 怎麼又去親共 其實我二十幾年前都一直說這個論調 其實國民黨早就變成那些旧品 已經被共批扣掉了 所以我以為你真的 已經是這樣 說比較錯誤是說 國民黨 台灣的國民黨中央黨部 其實就是共產黨的台灣省黨部 你這樣想就 就會通了 這些你就不用去問了 就是這樣 你也說過那是中國硬要國民黨去的 對 我現在要說比較直接 甚至他就是匪軍 我們千萬不要再講解放軍 解放軍好像我們被束縛 人家要來解放 共匪的匪 匪軍 國民黨現在的角色 他基本就是 第一個 他是匪軍的那個政戰部隊 文宣部隊 你看他在那裡做的 你看電視主要看你就看 每天就在宣導 祖國很強大 美國日本都來害台灣 都妨礙中國人想要統一 美國是爛東西 日本是個爛東西 每天都在講這個 你看他們的媒體 是不是每天都在講這個 最後一個就是 其實國民黨平常在國內做的 他把那些選舉的 什麼宗教的 什麼宮廟的 甚至學術界 都在整合 變成一個情報系統 共匪在台灣內部情報 這個最嚴重 我們台灣內部什麼反應 他都知道 他變成了匪軍的一個情報系統 他是政一個又是情報 打先鋒就對了 這種的政黨我說實在 如果你們真的 國民黨還有很多有良心的年輕人 要趕快切割 看是要自己出來做 還是你的抗議要強烈一點 你如果抗議不強烈 我很懷疑 夏立委員帶錢回來 你每個都會分到 選舉經費你們都分得到 哪錢就不敢講 只會是這樣 如果沒有這樣 你就出來抗議啊 哪有任賊作戶到這種程度的啊 韋傑議員你要不要切割 不然我進廣告喔 沒有啦 我想每個政黨裡面 都會有不同的 大家不同的聲音 那大家只是還是 在這一個國民黨的 這個體系裡面 那我想每個人還是可以表達 自己自由的意見 有些人支持 有些人反對嘛 我想這沒關係 你是反對的嘛 我個人是不贊成的 是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到中正區的宮廟參拜 才剛踏進宮廟大門 就收到小女孩送的花 突如其來的驚喜 讓陳時中相當開心 不過談到疫苗採購合約 陳時中的語氣立刻變得嚴肅 那一般巨額的採購 大概是20年或者是30年 那資料保存的月久 是不是把秘密封存的月久 這是兩回事 資料保存的月久 換句話真相被保留月久 越來都可以查閱的 然後第二個 在這30年內 是不可以公開 完全把這東西弄反了 隨時都可以公開 那沒有問題 在態度一向可以公開的時候 都要盡量公開 這是一個亂講的話 是保存30年 不是說不得公開30年 如果是怕這東西 有什麼任何的情況 其實就是把證據 早一點銷毀最好 強調封存30年 是保存證據30年 這期間隨時能公開 不過對於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許小鑫批評他說謊當吃飯 以及名嘴吳子佳稱 BNT疫苗的成交债 與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買的 價差超過1億美元 陳時中都有話要說 我對這個數字 我確實是不了解 不過那個郭董那邊 他們就是重訓的型態來做公開 進BNT的時候都以BNT 那時候我們是沒有購買BNT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這樣做比較 每一種都有他一定的價差 根據你購買的一個規模 跟你的一個品項的分配各有不同 所以當然就是會有一個價差 當然如果剛才有人講說 以黃在當飯吃 我想這講話自己要注意 我想大家都是本職著在辦理公務 讓他盡量能夠讓大家瞭解 我們就盡量讓大家瞭解 疫苗合約議題陳時中一一回應 對於近來破具爭議的中介法 他也做出表態 陳時中含話一定捍衛言論自由 不讓中介法的風波繼續延燒 好 剛才我們看到阿中其實講了非常多 那王必勝指揮官他也說了 30年是公文保存的期限 合約到就可以公開是可以解密的 不過待會我想請玉惠姐 你看趙玉翔他特別有講 他說紐約時報說疫苗合約關鍵的單價 被藥廠視為商業機密 如果政府揭露可暫停疫苗供應 是想害台灣買不到疫苗嗎 然後這邊包括你看黃珊珊說 徐曉星說應該公開資訊 那到底是能公開還是不能公開 對台灣會不會有影響 趙玉翔這是有例子的 因為就是比利時也遇到 就是他們國家的國會議員也質疑說 你到底你買了這個BNT的價格是多少 那是不是可以公開 那你是不是有圖利廠商 結果這位比利時的官員 他一時氣氛之下 他就把那個合約公佈 結果當時是被輝瑞警告 這樣子 說比利時 你們可能會買不到BNT的疫苗 這個事情在2021年的時候 鬧得全世界皆知 這個是一個提醒台灣也提醒全世界 任何一個合約 合約上面單價的這個每一劑疫苗 這個都會牽涉到你購買的量 還有你購買是不是有經過代理 這個其實都不一樣的 所以我記得我們當時 我們上一次在討論這個疫苗價格的時候 大概也有耳聞各國買的金額 因為每一個國家買的數量 其實不太一樣 美國大概以BNT 他們大概是買到18 一直到23塊都有 這樣介於美金這樣的一個金額 歐洲的話 大概是買22塊左右的這個金額 我們台灣包括鴻海 台積電 跟這個當時慈濟買的一劑的金額 大概是35塊左右 這麼貴當時 我們當時算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時間點 現在不是說成平時期 大家可以這個我看到疫苗 我去挑廠牌來買 你要知道當時全部都是EUA 也就是說國家才能夠去購買的 所以當時呢 全部都是你在世界上面 要有多少疫苗 人家不要的 我們就趕快去講 用輕微東西 當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再回到不管是2021年 因為大家知道 疫苗是在2021年 才大量的出現 所以這些其實你會牽涉到的 就是我們國家的人口數 我們所購買的量 跟我們的交期 這些其實都會影響到那個價格 所以我不知道國民黨 現在有一些人在批評這個 到底他是不是完全忘記了過去 所以我們在這裡 就一一的跟大家來講 現在來講說 他們說有封存這兩個字 那其實你去查 全國法規資料庫裡面 檔案法沒有封存 所有的檔案當中沒有 台灣不使用封存兩個字 我們只有保存這兩個字 保存呢 那就如同剛才陳時中他所講的 就是我們這三十年間 可能會遇到很多的事情 萬一想要來這個查 當時我們購買疫苗的一些相關的過程 你想要看 除了一些當時不能夠公開的單價以外 你所有的資格都可以看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看 所以沒有所謂封存 封存是你不能看 我們的法規檔案法裡面 就沒有這兩個字嘛 這不是我們的法律概念嘛 所以那有誰造謠呢 在這個封存三十年這個詞 你去Google一下 你發現誰說的 趙少康說的 還有你最愛的柯文哲說的 還有許巧心說的 九百心說的 這三個人 他們其實都是在造謠 然後另外呢 我要跟各位來講的 這個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在這上面 去年的這個9月18號 去年的10月31號 去年的這個 為什麼要用紅框 這是林楚穎委員 在他的臉書上面所公佈的 這個是在討論什麼 要討論 我們是不是立法委員 可以在遮掉一部分的 重要的資訊 合約上面不能公開的東西 那可不可以讓立法委員去看 那經過了這些去開會的委員 委員有誰 有賴香玲 柯文哲 你要這個推他去桃園選的賴香玲 還有呢就是台北的蔣萬安 你們都在出席的委員會 這是你們自己簽 對 這是你們自己參與的會議 你們自己討論過有這麼多場的這個會議當中 你們全部都出席 全部討論 所以你們不會不知道說 這個會議是你們經過你們的討論 所以經過你們公開 所以在去年的11月1號 一直到12月31號 那總共有八位委員 這個全部都去看過 其實都看過資料 都看過的 來 我就問 當天 在去年的11月15號 蔣萬安你在幹嘛 去年的11月15號 蔣萬安 你去看檔案 他也看了 但是蔣家黑箱 對 你自己去看檔案 你是失憶了還是怎麼樣 那你自己在去年 你去查一下你的刑事例好不好 你在去年的11月15號的時候 你去看檔案 那我就問 其實賴香菱 你在去年的11月5號 11月9號 12月17號 你去看不只一次喔 你看三次 你要不要打個電話 跟曾經罵你們 你辦公室主任是狗的那個柯文哲 要不要跟他說一聲啊 說你去看了三次 這個不是黑箱 沒有所謂封存的問題 然後呢 我再給各位看 這是證據喔 這個去年的10月20號 的中央社的這個新聞 這個公開 這個所有的秘密會議 這當時的報導 這報導當中 我幫大家好 這個我怕蔣萬安 他可能名字 我不曉得他自己認不認識 他自己還姓蔣啦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了什麼事情 我幫他把他當時的討論呢 全部用紅筆圈起來 蔣萬安委員啊 你是忘記你自己做了什麼事了是嗎 所以這些其實喔 現在台北市柯文哲 你去炒這個封存跟保存的議題 你要不要先回頭來告訴大家 ban的事情 你要不要先告訴大家 當大家都還沒有疫苗的時候 你到底是讓哪一個ban 還是你自己就是ban 然後先去偷打這個AZ的疫苗 現在我們公佈的是平均每一劑765塊 這是包含所有的疫苗的平均價格 還有包含這剛才王必勝也講了 冷鏈啦 還有一些這個處理的這個費用 那這些全部都加在一起 所以這個金額看起來 這感覺上是蠻高的 可是這些都是去年一直到現在 那我們所有國人 我們到目前為止 很多人都已經打了第四劑 這是保護我們每一個國人 在對抗武漢肺炎的時候 我們的真的是保命的武器 所以現在為了選舉去扭曲 去把這個 因為大家如果沒有去查資料的話 你怎麼知道說在去年的11月5號 然後去年曾經去三次看過 這些所有的會議紀錄的賴香菱委員 跟蔣萬安委員 你們都曾經看過 結果現在在那邊胡說八道 在那邊抹黑在那邊造謠 這不是造謠什麼是造謠 選舉是不是就是抹黑造謠 待會兒來看到的是 柯文哲市長在上個禮拜六 在高雄的這個會議當中 他就說 說高雄辦一個無人計劃的八億元 不過高雄市政府拿出很多數據 來打臉他 台北市長柯文哲周六位民眾黨的參選人站台 按批高雄市府亂花錢 卻被打臉高雄只編了4.7億的台灣燈會預算 拿來的八億 柯文哲周日這樣說 交通部觀光局還有另外在邊預算 還有一個最大黑洞是什麼 國營事業 甚至去搭私人事業的贊助 或什麼基金的贊助 那些都是大黑洞 台北燈會基本上 他會比高雄的4.7億多出1.2億 那這都是這個數字歷歷在目 八億我們不知道依據為何 至今也解釋不出來 那我們希望柯市長這樣子的錯誤的訊息 跟胡扯應該要先道歉 高雄市副市長使者跳出來 要柯文哲道歉 今年2月在高雄舉辦的台灣燈會 九場無人機展演 人潮擠爆愛河灣 為燈會殆盡破千萬人次 而明年在台北的台灣燈會 燈會更編了5.9億元比高雄還多 使得要柯文哲回去問清楚 而柯文哲的說法 他也讓北高兩市議員同聲回籍 不要跑到其他縣市去 以你首都市長的聲量 要去隨便把他們吞搭 糟蹋別人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龜龜了 柯文哲看到高雄這麼好 卻見不得高雄好 這是一種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的酸葡萄心理 我們都希望說 在明年台北市的燈會 也能夠辦得比高雄更好 這個才是一個在城市交流 或者是我們在舉辦活動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依據無人機 花八億也讓北高市府 空中薄火 剛才高雄市長陳欽邁話講的 其實是蠻中肯的 他說其實蔡炳坤副市長 曾經到高雄考察 說高雄鄧惠值得肯定跟學習 那麼現在的這個高雄副市長 使者也說了 柯文哲市長有承認4.7億沒錯 就表示原本說的八億是錯的 胡扯的人應該先道歉 柯文哲市長又胡扯了 這個時候王世堅議員 應該有一番想法 柯文哲胡扯慣了 胡扯多了 其實真不曉得該責備他哪一件 因為柯文哲一項就是四個字 胡蠻不及備載 他一項就是信口開河 那說實在話他講的一些 比方說別人都會去勸募私人企業 都會去找基金 怎麼樣來預註活動 其實他會去講別人 就是他自己都幹過這件事 他是專門去挑一些 他自己搞一些齁的賬 然後又用這個來指責別人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你先管好自己再說 先把我們台北市 我們自己辦的這些活動 是不是財務夠清楚 我舉一個例子 他柯文哲最常用的就是巧立名目 比方說同樣這個燈節的花費 就在三年前 現在算起來大概三年半前 二零一八年的燈會 他用一個所謂的皮卡丘 那這樣共同這種卡通式的燈會 這說實在的話 燈光效果是蠻好的 那事實上我們議會編列給他的預算 是五千萬元整 結果呢 柯文哲東拉西扯 他明明知道說花費 他要辦多辦更好 而且有一些很可能他有其他的用途 所以他就像他在指責高雄的 他指責別人說 你到處去券募款項 其實高雄市政府很清楚 他的款項就是議會編列 市庫編列就是這一些錢 那假使有哪一些企業 人家是企業主動試的 意思意思的贊助 那他們也有名列這些項目 但是柯文哲 我就講這個皮卡丘這個燈會好了 賬上五千萬元 結果柯文哲四處找我們 台北市這些大財團 台北市別的沒有啦 全國性的大財團一堆 我就孤隱其名 柯文哲去不樂之捐要求人家 人家就像是過去在世大運 好幾場的市政府主導的活動當中 柯文哲都大剌剌的 向這些大企業要求不樂之捐 那這些大企業因為想說 看在你是首都市長份上 那大家也懶得跟他計較 都給他非常大的金額 這些大財團 寄註在柯文哲去勸募的這些活動當中 都在八位數以上 八位數破千萬 結果這個燈會 這個燈會 柯文哲也去勸募了這麼多錢 結果總金額他開銷 花了九千五百萬 好了 意外給你五千萬 你從大企業身上 那麼多加加起來 照說至少有五六千萬以上 加起來要支付九千五百萬沒問題 結果今天網紅還有議員都公佈到現在為止 將近四年 擦而擦廠商的這五千萬 柯文哲還沒支付 錢不給對方 你進帳你去勸募來了 議會編列的五千萬你也開銷了 結果廠商還有五千萬沒收到錢 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這很奇怪 錢跑哪裡去 然後文聊 四年前他要連任的時候 那本來廠商就要出來跟他抗議這個事 結果柯文哲趕緊派他一個大的幕僚 叫做賴燕玲 現在賴燕玲是我們市府內的大官 員考會主委 他當時指示柯市長辦公室的一位秘書 他趕緊叫這位賴燕玲 趕快去跟廠商擺脫說你先不要這樣子 我現在要選舉 選完以後我一定跟你清楚 結果賴燕玲去了 廠商就忍著 忍著以後錢沒有支付錢沒收到 柯文哲選完了柯文哲連任了 連任以後又當沒這回事 又錢又賴著不付 又拖了四年了 又到現在又搞了四年 然後他不付給錢給廠商 但是他對這位賴燕玲 他連三級一跳 給他當我們市府最重要的 研考會的主委 竟然有這樣的事 活生生大那那的事 我認為我們公職人員在錢這方面 一定要很清楚 其實柯文哲你不要巧立明目去跟民間 假借說要去目 該活動多少錢 我們就政府的預算來編列 我們尊傑使用 每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這樣才對嘛 結果柯文哲去要求這些大財團 不樂資捐 然後現在不樂資捐的金額 又跟他實際支付有了差距 我請問柯文哲 你不樂資捐來的這些錢 到底放在哪裡 現在這些錢到底怎麼拉 不是三五萬三五百萬 上千萬 是上千萬五千萬的事情 第二點我覺得柯文哲很懂得 是孤民釣慾 問了 在八年前他剛上任的時候 柯文哲不明就裡 就在全國二十二縣市的首長會議 他做一個演講 他說他要教全國二十二縣市長說 如何尊傑開銷 他說他手上他上任不到半年 已經幫台北市政府還了六十六億 結果二十一縣市的縣市長在台下 他聽著一坨霧水 會議完以後趕快去請教他 你怎麼省錢的 結果文哲是怎麼回事 這六十六億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財政收支法裡面有定規定 你每一個縣市政府在你收入 每一年在你收入的稅收裡面 要提拨百分之五 作為下一個年度還款 所以根據財政收支法 你本來就應該要還這筆錢 結果我們當時我們市政府 我們的借款是一千三百億 所以編列六十五億來還款 是正常的事情 更何況你剛上任 那還是你上一任市長 最後一年留編列下來 要這一年來還的 所以柯文哲根本就胡說八道 叫孤民釣獄 在他自己的網頁上 在他的柯粉當中 喔 華然一片 大家覺得柯文哲好偉大 好尊潔貪銷 報紙也不定 學童的牛奶也不給他們喝 什麼都不 摳摳摳 省了六十六億元還款 結果文哲 他真的摳學生的 真的省了那些書報雜誌費的 省下來的不到五千萬 但是他自稱說他還了六十六億 而這六十六億就是正常 我們稅收應該提列去還款的 因為根據政府的財政收支法 本來就應該這麼做的 那另外柯文哲很糟糕的是標新利益 你看他八年前上來以後 對於敬老津貼 本來我們市政府每年編列七億元的敬老津貼 這是代表我們臺北市民 對我們長輩的一個尊敬跟感謝 那每年就發放這一次 那這次現金發放 柯文哲一上來以後 要顯示他柯恩浩蕩 所以他改成第一點 這個要辦活動 讓老人家來 然後活動上面就用各種獎品 彩券摸彩來摸 第二點他改成這個長輩們的共參 因為這些都必須讓老人家來衝他的人氣 當他的背板 當他幫他來集氣 來表示說柯文哲很有人氣 結果文哲你正常該七億元支付的敬老津貼 你不照規矩發放 你硬要標新利益的結果 他不管是辦活動也好 或者是老人共參也好 總共下來一年花了十三億 你看這就是柯文哲 他個人愛作秀 就是搞成這樣 你不是說你最省錢嗎 結果規規矩矩 該時間到了 我們整個臺北市 要對老人的尊敬跟感謝 你就以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百元現金發放 不要管那麼多 老人家要去泡茶聊天 要帶孫子去吃麥當勞 人家這是老人家的權利 結果你柯文哲硬要老人家 來充當你的背景 這個布景道具 來幫你充你的人去 結果你看 當時辦的老人的活動 在內湖在大直的場面 你看那塞爆成那個樣子 老人家們幾成一團 有多少受傷 結果這就是柯文哲 你愛標新利益 你愛孤民釣獄 然後你要信口開河 這是柯文哲八年來 給台北市民的成績 就是這個樣子 事件應援果然是柯文哲 市長的最愛 把他講得非常的透徹 也很了解到底人的行為模式 我們稍後回來 我現在鄭重的問你一件事情 到底我們有欠人五千萬無害嗎 因為我這一兩天才聽到這個消息 議員爆火猛烈 昨晚北市府到底有沒有基欠廠商 任何費用 柯文哲的回答 直直烏烏 應該都付了吧 好 你現在正式的回答說沒有 那為什麼賴先生會在2018 11月12號代表台北市政府 去跟他們講不要爆料 不然你選舉選不上 為什麼 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總會跟他有關係 好 把握體撇得一乾二淨 大網紅視差貓爆料 2018年台北燈節 原本預算只有四千五百萬 但總花費九千五百萬 最後欠廠商五千多萬 柯皮緊急在選前十二天 才找了當時的市府專員 賴彥林劇中協調 要搞出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 你說講來聽一點 要我們用追法方式併出 並出五千萬來 我們可能也沒辦法 柯文哲有選上這個東西 不管有沒有選上 我一定盡力處理 他沒有選上 我也盡量 我們內部我一定盡量處理 能還多少還多少 那葉寧和廠商對談中 暗示如果柯文哲選不上 恐怕也拿不到尾款 最後事情沒爆發 柯皮順利連任 那葉寧還被拔著 當上研考會主委 但廠商被欠的費用 至今還拿不到 我們跟廠商之間 已經進入法律程序 那一審二審都是 台北市政府勝訴 所以大概法律上 我認為一審二審都勝訴 出錯的機會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依法行政 有沒有你的部下 以其機要之身分 跟廠商做一些無聊的對談 然後讓今天你惹過上身 所以我認為秉持你在上面寫的公開透明 市長你應該要研議將賴燕玲送我們連政署了解一下 讓議員繼續窮追猛打 要求北市府給個交代 否則就把賴燕玲移送正風處 還給市府清白 柯文哲嘴快的迴力鏢 似乎又射回到自己身上 美姐就我的了解 意思就是說 是在2018年 這個台北市的比卡丘燈會 然後辦燈會 市府去把很多有錢的公司討錢 來贊助來贊助 錢這麼多後 竟然變成不付給當時 已經花了很多處理 後續這個廠商 說欠人五千多萬 這個手上刮倒了 這個錢為什麼要處理 所以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實在是 如果這是真的的話 那柯文哲他不只是醜聞的問題 他有沒有法律上面的問題 法律的問題 這個理念你看第一個 他跟企業主就是不一樣 企業主為什麼要給你錢 民部與官鬥 我企業總部在台北市 我不能得罪大市長 是做公關的 那你錢到哪裡去的 你錢到哪裡去的 我請問 你說錢可能不是進到台北市政府 是私人拿走 你是這樣 他當初你募款 你跟廠商怎麼講的 明明編的預算 就只有四千多萬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超支 你超支 你有沒有跟廠商唬爛說 我可以去募款 我一定會給你錢 那甚至於把知名的那個 比如紫封車這些都拉進來 說我們要開座 人家想說你大市長 竟然說會給 如果是這樣子 那廠商 我就頭洗下去 我就 我現在做完 先做完 因為我相信你嘛 結果如果客問這 你有這個募款的話 你錢放在台北市 我請問你 這沒有問題嗎 可以隨便這樣幹嗎 可以這樣子嗎 你錢到底用到哪裡去 這要查吧 但是我覺得他吃定的一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沒有可能 反正大企業主 錢就是拿現金的 做公關的 做公關的 那你會有證據嗎 有金流嗎 也沒有金流 然後你去傳嗎 企業主會承認嗎 你也死無對證 你死無對證嘛 他是不是吃定了這一點 我要請教柯文哲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現在覺得 什麼什麼什麼柬埔寨 那些詐騙團 詐騙團 比柯文哲 簡直是碎腳的 他都騙我們企業 他如果跟廠商說 我會補給你 我會貼給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最大的詐騙犯是誰 那不就是柯文哲嗎 對不對 廠商現在也是啞巴吃黃臉 對不對 編預算就只有這樣 誰叫你要操資 那廠商為什麼操資 因為相信你柯文哲 是不是這樣 柯文哲你看 都已經被揪出來了 如果你心裡頭沒鬼的話 請問一下 不是只有那個賴燕玲 苗布亞另外講了兩個 他的秘書長張哲陽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靜穎的 李靜穎 後來也離開了 對 投靠郭台銘 李靜穎跟這個賴燕玲 那時候都是市長辦公室的機要 OK 張哲陽是秘書長 然後人家問說 這三個你的親信 這個事情你知不知道 他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問了一句話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親信 這什麼話呢 對不對 當你的秘書長 當辦公室機要的不是親信是什麼 你告訴我啊 那為什麼賴燕玲 要打那通電話 好賴燕玲這電話 有沒有借視借端 民事暗示嗎 你想要不要拼出來 他民事吧 你市長選舉只有十幾天 你拼出來的威 如果柯文哲落選的話 急就沒了 因為變威脅了 變成什麼 我問你 你如果是廠商 你把他拼不吞下來 吞下來 吞到現在幾年了 如果整件事情 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請問你 你柯文哲你不惡劣嗎 這裡面難道只有道德的問題嗎 沒有法律的問題嗎 你現在可以輕輕鬆鬆說 我不知道 都已經抓出來了 對不對 而且這個賴燕玲 本來是辦公 這個市長世紀 為什麼後來能夠高升成 研考會主委 酬勞他有功嗎 你可以這樣跟廠商交往嗎 你柯文哲可以一推二五六嗎 人家都把名字 在講得那麼清楚了 你說你都不知道 我的老天啊 我真是不敢想像 一個人可以醜陋到這種地步 那這件事情 好 要不要查 不是說林政署而已 檢調要不要查一下 這到底怎麼回事 對不對 市長你不可以說 我不知道一推二五六 這個是完全不行的 你公共預算怎麼可以這樣 那以後 是不是大家可以有樣學樣 我任何一個 一個所在地的這個首長 縣市長 我就到處去跟廠商募捐 不樂之捐你要捐給我 否則民不與官鬥嘛 對不對 企業在這個所在地 有多少事情 說真的啦 官府要找你麻煩 你找不完啦 是不是大家要這樣子 所以不樂之捐 要買個安心錢 是不是這樣 所以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柯文哲 尤其糟糕 是滿嘴謊言 對不對 你連到高雄去 你講那個什麼話 說真的 高雄都會我去看 我真的覺得棒透了 你知道嗎 那個無人機 你知道那個是非常感動耶 1500架無人機 就從那愛河對岸這樣飛過來 民眾一片煩惚 我不是高雄人 我都感覺到那種光榮感 驕傲 驕傲 然後你知道 旁邊好多外縣市來的 我住高雄朋友跟我說 陳其邁做這兩年 他們真的覺得 做得真的很好 他們真的覺得非常光榮 非常驕傲 那韓國瑜過去兩年 是什麼事都不做 那你柯文哲 明明你的副市長去觀摩人家 也說人家做得很好 結果你跟他扛嘴 報警說什麼 人家發四億七 一切都是民文來 有這個預算的 你給人黑白一支嘴 在亂人說八言 對不對 那結果被陳其邁打臉 人家高雄市政府說 你們明年我們才四億七 一切都按照預算 都在預算科目規定裡面來 臺北市政府 明年要辦臺灣燈會 會多一億多 要弄五億八 你說人家高雄 你自己呢 然後人家四億七說八言 明明你們去觀摩人家 取經 但是回來 黑白給人消協 做人有這麼刻薄的嗎 有這樣子 這麼忘恩負義過河猜橋的嗎 可是柯文哲 你就幹了嘛 然後剛剛世紀議員 講到一個重點 你看喔 像世紀議員講到 就說柯文哲常常是這樣子 他幹的事情 他說出來都是別人幹的 而且那些事情都說 我最討厭的事情 跟企業募款 基金會 國營企業 這都有問題 我跟你講他不是只有這件事情 他別的事情也這樣 你知道這個從犯罪心理學來講 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相信一件事情 我幹的這事情 我覺得也是不好的 見不了光的 不宜公諸於市的 世人觀感不佳的 我就要先說出來 然後我就說都是別人幹的 都說貼給別人當標籤 對 然後因為我顯示 我很厭惡的樣子 別人這樣我好厭惡 所以他幹的時候 你就不會相信是他做的 因為他先說破了 自己洗腦自己 我不會做這種事 我在洗腦大眾 也洗腦自己 他的公眾形象就是 我最討厭這些事情 我公開透明 這些事情很骯髒 我不要 然後別人都這樣子 他講的這樣子 抑正辭言的 你就相信說 他很討厭這個事情 所以他跟他做了 你就覺得他不會做這個事 先打預防針 何其干竅 這不就是他自己 他的本性嗎 要孤民釣獄是 市議員說的 我跟你講滿嘴謊言 孤民釣獄 移轉焦點 對不對 然後放煙目彈 那這些都是他機關算盡 但是問題是 大家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那你說你省錢 你到底省了什麼錢 我問你台北市一年的 這個經費 一千七百億以上 我請問台北市 我們八年來 捷運蓋四公里 台北市有任何大建設嗎 有 北翼中心 上面在落後 裡面也要落後 用民燈來刑 這搞了幾十億 這個就是柯文哲嗎 所以就是說 連老人 老人年輕 那時候要批判給 他還說這個是堪然老人 連世代從來都要挑起來 也就是說 可以附近天下的 可是結果他一個人的權利益 來服務 這個就是柯文哲 我要說台南政府的話